謝謝... 幫我三下來接我們 謝謝 很期待喔 謝謝 韓西這個名字 是當初伊蘭能用的曲 他說這邊雨水多 是濕冷的 所以用台語叫我們這裡 這個還假的 真的 讓那個簡真為韓式 好久我們等一下進到部落裡面 要跟我擋個招呼 然後你知道我們不是 不說之客的 老家族 老家族... 老家族 這個我們正在開玩笑 說一公頃大概五個年輕人 有記者嗎 那早上一大早四五點起來拔 拔四五個小時 大概拔不到兩三百公尺的長 對 我們都說 那個小明星如果酸酸鹹鹹 那都是眼淚掉下去 這樣嘎入英文就講得好 掛材是這樣 LIFMASTA 昨天晚上好是嗎 所以你祈禱之後 所以我們來拍的時候實在太熱了 還沒有大量長出來 對 常常都跟我們說就是 拔的時候 就是抓著固定 然後就把它拔下來 所以因為很多的 鹽分跟雜子 如果碰到它的話 就會容易加出它的腐敗 這塊布放在我身上 變矮了 然後身體短短的長就不好看 放到姊姊身上 就會變得比較好看 因為這塊布讓她的身材 接近黃金比例 真正台灣的傳統文化 把它延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回來這邊 做這個東西 會讓我覺得我自己在做什麼 嗨 各位觀眾朋友 到泰雅族一定要記得先祝福人家 這是祝你健康的意思 非常歡迎今天跟我們一起來到 其實很少人能夠進來的 在宜蘭寒溪的布老部落 這並不是一個輕易開放參觀 讓你來遊玩的地方 布老部落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社區 十一年來在這裡 因為有不止一兩位傳奇的人物 付出他們的心力 讓部落裡面有越來越多的人 可以留香 也可以說建立一個 十一年來獨有的經濟上 自己自足的生活模式 當然他們除了希望從老到大到小 留香的人越來越多之外 也希望有歸於回流的人 能夠把部落的價值和精神 感染輻射到全台灣 布老部落為什麼可以讓17、8歲的孩子 留香 同時他還可以讓20多歲 30歲的年輕人回香 最主要原因是在這裡有人把他的時間 生命完全投入在高山森林裡面 讓這些年輕人在部落裡面 可以學習接待旅客 同時還兼實習 好 大家現在看到 布老部落這個房子 最特別的還不是你現在看到的 是我要介紹今天我們的看板人物 布老部落的靈魂人物 非常歡迎寡力潘威 謝謝你讓我們到部落裡面來 謝謝 歡迎你 每個人第一眼一定會看到這個樓梯 對 這樓梯是一塊 一塊樹木把它叼成的 對 這個是布魯的相似木 在部落裡面 其實有時候用太現代的東西 對我們來講是很困難的 太傳統的話 又不一定是適合這裡的 所以我們在部落 不管是建築 生活模式上 都會找到一個 傳統跟現代結合的平衡點 是 寡力 這個房子 現在是部落裡面第三代的嗎 對 早期因為我們剛回到部落的時候 長老教我們很多 就地取材的概念 譬如說我們用餐的芒草屋 後期我們蓋了竹子屋 但是因為時代的變遷 加上我們要申請建造 所以在第三代的房子的時候 我們依照建築法規的一些方式 去蓋出我們新一代的房子出來 對 所以這個 在後來不老不落 大家七個家庭 都回來把大家自己的這個 放嶺地都集中在一起 然後要能夠在一起 在這邊形成社區生活 你爸爸的專長 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對 爸爸的專長 跟長老的一些智慧 因為爸爸本身是做景觀設計的 但問題就是在山上生活 要很多的磨合 包括大自然中的颱風 大棧中的地形風向 所以像我們當初在幹芒草屋的時候 颱風一進來 芒草屋頂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把房子 芒草屋的房子蓋斜斜的 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爸爸很多的專長 跟部落長老 大家會一起去磨合出來 這邊冬天多冷 最冷 最冷大概 我遇過兩度 兩三度這樣子 所以房間裡面 因為潮濕 所以都會放一個火爐 我們整個房子的地基都要架高 房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包括我們用很多的玻璃 在第三代房子用很多玻璃 是因為潮濕的關係 我們希望讓陽光可以進到裡面來 裡面可以乾燥一點 舒服一點 在部老部落裡面 我們剛剛提到了 之所以年輕人會留下來 然後還有更年紀大點的會回來 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你在這邊 創了一個園跟職校 對 我這樣的企劃書在這邊 所以他們可以涉及在南澳高中 但是在部落裡面 生活跟學習 然後學到的是跟部落經驗 傳承的智慧跟技術 跟芳姐介紹 因為在部落裡面 我們布老部的成立 接到今年11年了 其實我們遇到很多的青年 願意回到部落裡面來 接受很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也是希望 他接受這些挑戰 等他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他出去 因為出去到外面 不是一件壞事情 這幾年來我們就是在努力的 把這個學校 園跟職校創辦起來 就讓他們可以在那邊工作以外 學籍之長 甚至可以把高中學歷獲得 所以三年過後 他不只是拿到 自學方案的認證 他也可以拿到 南澳高中的畢業證書 因為很多年輕小孩子 他在部落裡面 他要生活 他要工作 可是他要求學的話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很多讀夜校的 可能只讀一年半年 他們就離開學校了 讓小孩子是其實可以在部落裡面 可以工作學籍之長 跟長老學 跟哥哥學 他也可以把高中學歷完成 好 今天在節目裡面 我們就可以了解 在這個山林裡面的點點滴滴 他都提供了一個 上天賜予的自然教室 對 這個看到的牆壁 都是我們當初在蓋房子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依照法規去挖地基 地基挖出來很多石頭 我們長老就叫我們不要浪費 把它當作牆壁來蓋 是挖了以後突然發現這麼多的 其實以前就看過了 只是說沒有想到這麼多 這麼多的石頭 其實拿來當作建材用 我們審視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個石頭牆壁 還有看到這邊的 像擋土坡 對 都是地底下是挖上來的 這邊我們看到這樣的房子 一共六 現在目前為止六棟 像這樣子模式 有申請到建造的 六棟 然後這個是屬於部落 共有的財產就對了 算部落共有的財產 以部落年輕人為主 在25歲到40歲這個年紀 優先住下來 長老的概念是想說 我們這邊有工作 有地方可以住 就不會有房貸的問題 當我們沒有房貸的時候 在這地方其實很多事情 就變得比較單純一點點 歸部落所有 我們就只是負責照顧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要往下看 因為我看到比較特別的 建築物的綠屋頂 我現在看到的這個 所以它的這個一棟一棟 有的是高 有的是低 好 因為山坡建築 這是綠屋頂吧 你們在屋頂上整個種了 原本一曲是用木板 但上面其實是黑黑的柏油 怕那個柏油可以幫它防腐 但是就變成說太陽一曬 它還是會熱 所以後來考量說 我們試試看種草在上面 我們就放了一格一格 叫做植生棉 然後裡面讓它排水 固定泥巴 我們試著撒草種在上面 可是問題就是 我們撒過很多草種 都失敗 那種原因是因為有的太曬 對 因為屋頂不是很熱就很冷 然後有一天晚上 我們大家就來聊天 有一個長老就說 我們幹嘛去外面買草種 這邊給它砍一砍 這邊全部給它丟上去 會長出來就適合的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全部砍一砍 就地取材一樣 我們就把它丟上去 它就長出了這個草叫鴨拓草 果然還是要在地的 對 會比較適合一點 它最能夠適合 對 遠從台北請來的李華老師 不勞不落的寡力 每次都親自開車下山接送 我已經很久沒有教了 我是台大收益系的博士 我本來也是在醫院工作 我現在等於出來自己開車 路途艱難 難於上青天 王聖岳老師還是堅持播出時間 幫著寡力創辦的遠更直校 披荊斬棘開出一條路 讓不勞不落的孩子們 都能順利走完的道路 所以我終於上來上課 我這個講義兩個月前就寫好 要上來的時候都遇到一大堆事情 每個地方的食物 它都會有不同的發酵 台灣最有名的是什麼 台灣最有名的發酵食物 就是臭豆腐 而且這種發酵食物很有趣 就是如果你吃不習慣 你就會拉肚子 我們吃 我們覺得還滿好吃的 外國人來就覺得那個想大便 你怎麼有辦法 沒有圍牆的教室 上課內容從生活取材 鹹豬肉 小米酒 泰雅族人習慣的日常 都是理化學科切入的好教材 你就看自然釀造的酒 它幾乎沒有蒸餾之前 不可能 幾乎不可能超過20% 然後正常都是12%到13% 時個平均20歲的學生 上這高中程度的理化課 補充常識裡的知識原理 起步雖然有些慢 沒有關係 有寡力在一旁陪著當榜樣 原本覺得無趣的課本 多練習幾次 總有辦法讓腦袋記住 部落裡學不到的 寡力想盡辦法找資源用人脈 甚至將來的工作都會先打點好 大部分這邊小孩子他們就很年輕 家庭因素 家庭背景 他們很年輕就出來工作 讀夜校的很少成功 那真的讀完書的更少 所以變成說 我們一直很希望說 最基本的我們把高中學歷先拿到 那高中學歷拿到的時候 其實這個過程中 你就要去學一些 你在部落學不到的東西 每個孩子個性都不一樣 寡力都當成一家人 把責任攬在身上 同吃一鍋飯一起運動 一起為部落拼搏 身邊陪伴的只要是弟兄 天氣再冷 笑聲自然溫暖了空氣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就像妳講 有時候工作完真的很累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然後做一些 不是在工作裡面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規定 就是說如果今天誰遲到了 或沒來的話 我們會給他畫一筆 那我們所有的 就是自己發出來的錢 是來買健身器材 就是要讓孩子們 從學習中看見 命運的掌紋 刻畫在自己的手裡 請看變怎麼不乾 好可憐 部落的孩子喜歡唱歌 寡力就組了一個樂團 名字還很符合個性 就叫做阿乾杯啦 這等著烘烤香菇的夜晚 冷風冷雨 長夜漫漫 靠著撥弄吉他和弦 就能一小節接著一小節 唱出人生新的可能性 會比較偏向他們的志向吧 因為其實我有很多的工作 都是在完成他們的夢想 完成他們的志向 譬如說呂安是很喜歡唱歌嘛 在部落裡面他可能沒辦法 馬上接入到撞歌 唱歌的這個階段 但是我們可以定下一些目標 這個卡汁他們上來了 在上面了 所以你先上來吧 每天早上8點 7個家庭43位成員 都會準時出現在集會所 等著寡栗分配工作 你要不要趁今天老大 再把那個土坡那個沙包 那個先處理 兩台割草機加你一個三台 就可以上面就開始割了 我的角色只是在幫忙協調事情 主要工作的時候 部落長老還是最大 你不要長老在講話的時候 你會想說寡栗這樣講 所以你們我不要這樣做 沒有這回事情 長老還是最大 年輕一代願意改變 老一輩也看見改變帶來希望 我教的是比較嚴格一點 他們是慢慢慢慢的有在進步 我工作的時候會... 因為可以跟師傅學到很多嘛 對啊 只要我做完一件作品 就是它可能會... 如果我已經進步了 它就會教我更好的東西 我可以上課又可以打工 又可以賺錢了 又一舉兩得嘛 所以... 尤其在這邊獨自也有學歷了 所以就上來這邊了 給它船船下去了 有的好像我交了兩三個獨地嘛 現在好像會做了一半而已 很幸福喔 很幸福喔 大家一起工作的時候 拿油打打鬧鬧的感覺 對 進去 那一隻東西 感覺一家人 豬肉是肉 豬排 肉 豬肉是動物 鯉魚 鯉魚 貝 貝爾 貝爾 你們給客人吃的那個 蝸牛 我知道中文 我想要英文 我知道 語言像翅膀 能讓這群孩子飛出山林 看見世界 Carr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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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Fork is the right word Fork OK 我會說Fork Fork 從拜訪就是 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他就會想要學更多 他導覽會講那麼難 我不會 所以松鼠吃完西翼又啃 啃完了以後剩下的就是我們 我們心裡很難過 想說好不容易種那麼多香菇 寡力帶動的不老不落 如同桃園名筆下的桃花園 切莫交通 雞犬相聞 只是這個桃花園 並不是一室獨立 寡力積極找方法 讓年輕一輩走進人群 期待這些年輕人 就像薄下的小米 等著時間的釀花 在生命裡 為不老不落 為自己帶出更迷人的